非常开心能够跟微工艺一起来做一次这么有意义的工艺活动 不是每一次做工艺一定要拿到台面上来讲吗 能帮就帮 每个人献出一点爱就改变一个世界 可能有时候一点点的爱心可能改变一个人的 至少改变他短时期的命运吧 我从小就喜欢听我爷爷说一些关于行军打仗的故事 我非常尊敬他们 如果没有他们就没有现在我们的幸福生活 我们去到三亚那边去看那些通讯兵 他们也不算是最苦的 因为我听迅哥说还有比他们更苦的士兵战士们 他们可能就是在一个荒岛上 执行那些国家任务就在一个荒岛上一直在那 一个很小的房子 路也很难走 去车程也要很久 每一位军人都是可爱的 都是值得尊重的 他们为了我们国家 为了我们人民 牺牲了自己所有的生活 非常无私 反正我演了军人以后呢 就是非常想再次穿上军装 再次演绎出保家卫国的戏 内心里总有那种 中国人自豪感的那种责任感 我希望通过我力所能及的影响力 呼吁大家来一起来关注 为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 付出过努力的人 需要帮助的老兵 能够帮助的就帮助 因为没有他们就没有现在我们 每一个粉丝朋友 粉丝朋友们为我做的工艺 我都特别感动 其实我还是希望他们就是量力而起 真的是自己一切都安排好了以后 再去给予别人或者给予别人 千万不要用数量量去衡量 而是用她的那份心 每一个人 每一份爱心 她的这个爱心的数量 都是她轻轻步步打拼过来 线上这一份爱心就够了 其实上楼梯老奶奶 搬一箱的垃圾 搬不动 你就帮她搬一下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态度 也是一份爱心 好像公众人物就必须做 不明一样 但我不是这么认为的 我觉得就说 所有的事情你看到了 你觉得你有必要竞争的心 竞争的爱心 我觉得在工艺面前 人人平等了 当你自己生活都成为困难的时候 就先把自己照顾好 无论时光怎么变迁 我们都不会忘记 那些为了民族独立 国家解放 人民幸福 做出贡献的老兵们 老兵精神不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win